一身帥氣西裝 親自出席為參賽者加油打氣 藝人劉以豪最近再度以學長之姿 現身衣靈娛樂第五屆璀璨之星的海選活動 最近都在趕拍網路劇迷途的劉以豪 從前也是選秀出身 他再次提起當年覺得自己不夠高的事 看來對身高真的很在意 出現就是一個非常難化 因為大家知道我身高只有180 然後在女生旁邊其實是蠻水 所以我就鼓勵出了男生 可能身高也不夠高但是相信自己 然後一定要好好享受這個活動 然後享受每一個比賽之下 它會很好玩 加油 被問到會給參賽者們什麼建議 劉以豪表示做自己最重要 他更自曝曾經把某位男神當作目標 我覺得就是要放鬆 對 然後其實剛剛 玄姐說什麼身高不夠高 然後就趕快踮腳 可以升加國民美少女組 我想 欸 你滿高的 沒有啦 我覺得是要相信自己 然後放鬆的享受這個比賽最重要 然後我覺得就是做自己吧 你一定會找到屬於自己的特色 你不用想說 欸 你想要像誰啊 對 像我原本想要像野亞倫講話很溜 但我發現我就是呆 所以我就滿接受自己這一塊了 對 發揮這個姿勢 盡量還是不要太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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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